19号上午有两组热心的民众前往爱花莲食物银行捐赠物资 由市长为家贤代表接受并自证感谢状 其中除了花莲市的林长夫妇外 更有一对来自南投 最近才移居花莲的中性夫妻也热心捐赠 他们希望可以借由这些物资来帮助弱势的朋友 让他们度过低潮后能够振作起来 未来也能成为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 七大乡包括了婴幼儿、成人奶粉、葡萄糖胺 还有湿纸巾的物资是由明镇里、林长、舒金华、贤康力所捐赠 他们希望可以贡献几例让食物银行物资更加充裕 帮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弱势朋友 我本身自己开婴儿用品店 然后苏先生就是说既然老婆自己在开 讲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用我们微薄的力量 去来帮助需要的人 所以苏先生就是说提议说 将我店里的奶粉资出了一部分来捐出来给大家 然后希望说可以帮助需要的人 另外还有一对才刚搬到花莲不久的中信夫妇 他们说曾经在外县市开车的时候听到广播 在报导有关爱花莲食物银行的消息 他们就决定要来支持这项活动 我想就是同理心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怀一些 就是目前可能经济上比较不方便的民众 大家多少尽一点行李这样子 大家互相帮忙 谢谢 市长温家贤感谢有这么多好朋友共同来投入社会公益 市公所会善用爱心物资 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及时前来领用 爱花莲食物银行在各界热心的捐助下 有足够的物资用品可以供及难需求民众来领取 市公所感谢各界持续益助 让爱花莲的行动永不停歇 借了一会欢迎视报导